生日聚会上 女朋友顺手给前男友包了一只虾 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看向我 微微一愣后 我放下了筷子 一边拍手一边喊 在一起 在一起 顺便碰了碰周边的人 愣着干嘛呀 气氛都到这儿了 他们不轻一个只说不过去吧 25岁生日这天 柳如烟在朋友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我家宝贝今天生日 老地方六点见 大家别迟到 收到消息的时候 我刚睡醒 群里很多朋友纷纷爱特我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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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准备什么惊喜 我翻身坐起来 盯着屏幕 维护了一个狗头表情 想起了上个月他问我 喜欢什么样的求婚仪式 还搂着我说 以后结婚要跟我唱陈奕逊的 不再让你孤单 当时他目光含笑 语气里是画不开的温柔浅泉 你说我要是唱啊 会不会全场感动 好像也并不是没有欲照 我快速起床 开始洗澡换衣服 如果今天就要被求婚 那我一定要做全场最亮的仔 我到的时候 朋友们都来得差不多了 门口摆放着一堆大大的天使翅膀 镶嵌在整面地玫瑰花墙里 全场的布置可以说是极尽奢华 入场处还有一幅画 那是柳如烟画的一个男生的背影 大家都莫认为是我 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 不得不说啊 烟姐还是懂浪漫的 这布置比去年还要壮观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两年 去年的生日也是他准备的 其实我之前的生日 也没有大操大棒的 顶多就是邀请好朋友们 吃个饭简单庆祝下就过去了 可他好像对操办生日宴会 这件事有着秘之执着 我记得我说不需要的时候 他眼神突然暗淡下来 紧紧拽着我的手 问我是不是不爱他了 当时想着这毕竟是我们在一起 后舞的第一个生日 他居然能那么上心 于是我点头同意 柳如烟高兴的在我耳边喃喃着 我终于给你了 确实柳如烟没有让我后悔 去年准备的是全场的小出局 花雨是藏在心底的爱 没今天这么生命 但也给足了我排面 当时入场依旧有一幅画 那是一个男生的侧应 跟今天这个算是呼应了 我可是准备了无人机的 要是去天台求婚 保证录得更完整 大家就这个话题在延展的时候 柳如烟闪善善来迟 只是后面还跟着一个男生 热闹的房间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离得近的是柳如烟的闺蜜不轻轻 他惊呼了一句卧槽 我扫了一圈全场 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他们认识 柳如烟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没有挨着我 自始至终 他的眼神都没有在我身上停留过 哪拍一秒 男生跟在他的后面 坐在了他的旁边 然后大方给大家打招呼 各位好 又见面了 没有人回应他 气氛顿时变得十分尴尬 男生越过众人的视线看向我 伸出手来 你好 我叫夏商周 你就是纪伯达吧 听如烟提过你 如烟这么亲密的称我 我咽下那一缕不是 跟他回我过去 你好 欢迎来我的生日聚会 玩得开心 他却露出了一抹说不清到不明的微笑 淡定就走 可我分明听到 他对柳如烟低声说了一句谢谢 这句谢谢代表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可从柳如烟的动作我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比我这个正牌男朋友更重要 期间为了缓解尴尬 大家纷纷喝酒聊天 有人喝多了 借着酒精站起身来大声质问柳如烟 你特么什么意思 把我们叫来给你宝贝过声 哪个宝贝 哪个宝贝 我恍然记起 交往这两年 柳如烟好像从来没有叫过我宝贝 他喜欢叫我博大 有时候叫着叫着会说 你要是一直听话多好 我就笑着打他 让他禁止破我 今天在群里发的消息 再加上又是我的生日 我便默认为交的是我 我赶紧掏出手机 翻出了去年的群聊记录 依旧是这句开头 今天我宝贝生日 所以宝贝是谁 抬头跟夏商周的视线相逃 他依旧是那副大气又淡然的样子 好像他才是这次聚会的男主角 男生被周围的人拉住坐下去 柳如烟懒散地坐在角落的位置 手里正不仅不慢在包下 听到男生的话 他掀起眼皮来漫无惊心道 你说是哪个 他没有直面地回答问题 可这句魔龙两可的访问 好像也是答案 他的表情 神探 以及维护的姿态 都坐实了他跟夏商周的关系 是爱而不得的人吗 还是前男友吗 我在走神的时候 看到他顺手就把刚包好的虾 放在了夏商周的玩意 全场人都屏住了呼吸看向我 微微一愣后 我放下了筷子 一边拍手一边喊 在一起 在一起 顺便碰了碰周边的人 愣着干嘛呀 气氛都到这儿了 他们不轻易的这说不过去吧 一旁的顾卿轻皱着 没正要起身当何事了 可见他站起来的却是夏商周 他端着一种掌控全局的姿态 从碗里把刚才那只瞎加到了我的碗里 顺带还陪笑着 如烟不懂事 你别怪他 他多聪明啊 简单一个动作 短短一句话 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仿佛我才是最无理取闹的那个人 柳如烟用湿毛巾擦了擦手 拉着夏商周坐下 朝我看来 语气里是说不出的冷漠 想忍着鼻尖的酸似 控制自己发抖的声音 扯出一个微笑 既然影响柳小姐的心情 那我就先走了 当我要转身走的时候 柳如烟隐忍着怒气冲我喊道 坐下 余光中 我看到夏商周扯了扯她的衣袖 博达 如烟就是我的妹妹 我刚从外地回来 她怕我无聊就说带我来热闹热闹 该走的是我 你们俩别因为我生气 如烟 今天是博达生日 别还跟小孩子一样的脾气 你让让她 可是柳如烟却反手拽着她的手腕 皱着眉 今天也是你的生日 心里那根弦彻底终断了 原来如此 所有的一切都有了解释 这个生日根本就不是为我准备的 而是她 那几幅大大的画像 也不是我 而是她 只有我就跟一个笑话一样 以为全部都是给我准备的惊喜 以为今天柳如烟会当着大家的面 跟我求婚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身份证掉了 柳如烟捡起来看到我生日后那震惊的样子 她哆嗦着问我日期是不是真实的 我当时还觉得很莫名其妙 不是真的难道还有假呢 本来只是为了应付双方家长的相亲 却没想到那次后柳如烟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她追我追得轰轰烈烈 甚至买下了整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伦伯她喜欢我 这件事自然在圈子里被热移 所有人都在说一项不识人间烟火的柳家千金 这次终于沦陷了 我记得我答应做她男朋友的时候 她抱着我说 以前没有给我的 以后她都会补上 我以为她说的是每次生日 以及每个纪念日 所有的记忆碎片拼凑成了完整的故事 现在想来 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只是我太迟钝 一滴泪落下 但被我抬手快速擦掉 我很想一杯酒泼在柳如烟的脸上 大骂她杀笔 很想毁了这里所有的布置 向全世界宣布我记博达从不做谁的提升 可意料之外 我却很平静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柳如烟 我们分手 不是询问 不是商量 是告知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才听到柳如烟颤抖的声音 她说 我不同意 可是一秒 两秒 三秒过去了 她依旧没有追上来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第一次约会的场景 她捧着鲜花 手足无措的像个未经人似的孩子 那天她陪我看了一场电影 电影结尾处有一句话 希望你所爱之人就是身边之人 见此 柳如烟突然握紧了我的手 目光灼灼看向我 她说 纪博达 你可以永远在我身边吗 那双眼睛里盛满了温柔与生气 我以为她是真的爱我 所以才会让我许下沉默 而现在细想起来 那是因为在她的生命长河里 有个男生曾离开了她 去年那场盛大的小厨局盛变 不过是借着跟我过生日的缘由 跟她心里最重要的男孩诉说爱意 藏在心底的爱 终于用我的名义讲给了世人听 所以归根到底 我只是她空虚十分的消奖力 庆幸的是 我还维持着教养和体面 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了分手 只是仍旧觉得恶心 我出来的时候 收到了顾清清发来的消息 这件事很复杂 你还想听吗 我回复 不了 既然已经结束了 也没必要了解那些了 不过谢谢你 不管是苦衷也好 有隐情也罢 我都不想知道有关柳如烟的任何事情了 低头回复消息的时候 没注意撞在了一个人身上 快要倒的时候 被稳稳扶住 我捏着手机惊魂未定抬头 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女人抬头看着我 只是还没等我站稳 不远处好像有人朝这里追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她拉着手跑了起来 她好像对这里比较熟悉 七拐八拐坐上了电梯直奔天台 等终于停下来后 我已经累得喘不过气 她沾下口罩 那张熟悉的脸露了出来 我愕然 她微微勾唇 好久不见老同学 怎么 不认识我吧 沈幼楚 她是沈幼楚 娱乐圈最当红的歌手 大学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传唱部很高的歌曲 七年时间爬上了顶楼的位置 只是 我们高中毕业后就没有了联系 好巧 你怎么在这儿 找灵丹 她朝我眨个眨眼睛 新专辑还差最后一首主打歌 没填完词 世界真小 我们高中的时候是同桌 但记忆之中 我只记得她每次写的作文 都能得到老师的夸奖 除此之外 高中的记忆就只有每天做不完的题 以及参加不完的补习 我们所在的学校算是私立学校 一般都是有钱人家来读的 当时听说沈幼楚是校长 从别的学校挖来的 免除了三年的学费 并且给了全额的奖学金 印象中的沈幼楚 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喜欢说话 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 退无可退 我只好拉着沈幼楚躲在了一旁的角落 是顾清清的声音 我特么是真的不懂你带她来干什么 柳如烟吸了一口气 皱着眉 顾清清注意你的语气 她是我哥 顾清清冷哼一声 哥 柳如烟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前你们发生的那事 见柳如烟没说话 顾清清继续道 她就是养子 就因为你们产生了不该产生的胆情 你妈才把她送走 既然都走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要回来 闭嘴 柳如烟皱起了眉头 顾清清一副怒气不争的样子 你们家该还的也都还玩了 我不懂你现在的做法有什么意思 还不玩的 柳如烟声音淡淡 如果能那么好还 也不至于会这样了 可是 车祸并不是你能控制的 就因为那场车祸 你这么多年从不过生日 就算是为了下伤周 也够了 柳如烟沉默了片刻 叹了一口气 顾清清 我不能没有她 那纪伯达呢 她就有错吗 可能是听到了我的名字 柳如烟愣了愣才回复道 没事 纪伯达哄哄就好 顾清清突然变得很激动 哄哄 你当纪伯达是什么人 你还是人吗 柳如烟烟烦躁的打断她 走了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给我哥过生日 别让她等急了 顾清清冷笑 不好意思 她不是我的朋友 我们都是因为伯达才来 你要是想做好人 你自己去做 我不奉陪了 说完 顾清清大步往外走 柳如烟迟迟疑了片刻 跟上去 直到两人的脚步声彻底消失 我背靠着墙 差点站不稳 柳如烟从来不过生日 我当时以为她是跟母亲关系好 怕想到这是她母亲的受难日才不过的 原来 她不过生日是因为下伤钟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伯达 她是我哥 别耍性子 够了没 闹够了就回来 我反手把柳如烟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闪了 没想到眼泪却一滴滴地打在了屏幕上 花的帘子都看不清 顾清清的消息弹了出来 我不是为了柳如烟说话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 记忆在脑海中浮现 那天似乎是下着蒙蒙细雨 我去她家找她的时候 她整个人的情绪就不是很高 我以为是天气影响 又从顾清清那儿知道隔几天就是她的生日 所以我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 柳大小姐 听说你生日快到了 想要什么呀 可以许愿哦 她却一直淡淡 尤其是听到我说她的生日 整个人突然变得很烦躁 见她没说话 我用尽所有力气去逗她笑 她看了我好一会后 突然抱紧我 纪伯达 你发誓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被她突然的反应整梦了 她却非常执着 你不愿意吗 我摇了摇头 为什么 她有心事 但她不说 可我想知道 她握紧我的手 把我抵在她的胸前 胸腔中传来一阵阵有力的跳动声 配合着柳如烟的话 让我有一瞬间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在梦境 你发誓 你不会离开我 她沉着嗓音 像是染上了一层宝物 就算是离开 你也只是离开一小会 就会回来 我不想过生日 全是不好的回忆 我只想要你 她不依不饶 一定要让我一字一句照着她的画面 甚至还录了音 我发誓了 可是食言的人 就是当初我满心满眼爱着的人 这多可笑 有一瞬间 我感觉坠入了无边的冰角 明明是阳春三月 而我却全身发亡 眼前突然多出了一双洁白的手 我接过沈幼楚一来的纸巾 抬头泪眼婆娑看她 她没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我 可是为什么不停地擦 眼泪却越擦越多呢 两久 沈幼楚才开口 今天是寿星的生日 不能哭哦 我苦笑 我再也不想过生日了 多会气啊 她垂眼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还好 来得及 什么 来得及请你吃碗长寿面 是在靠近我们高中的小巷子里 老板见到沈幼楚来 打了一声招呼 又来了 熟人的好像是多年的好友 又看了看他身边的我 笑了笑 带来了 沈幼楚只是点了点头 老板笑着去准备食材 她抽出了几张纸帮我擦凳子 我连忙回首 没关系的 她依旧沉默着 把我坐的凳子和桌子都擦了擦 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没话找话 你经常来吗 嗯 高中的时候来得平凡 后面太忙了 偶尔回来就会来这里 我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说完这句话后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虽然确实做了三年的同桌 可我跟沈幼楚就像是两条 永不可能交汇的平行线 她现在是大明星 而我没出息 只是个还期盼着女朋友 向我求婚的小男孩 尤其是还被她正好碰到 自己失恋的窘态 见我没说话 她给我倒了杯水 你在做服装设计吗 我点了点头 是的 就是自己瞎搞的文案 以前上课走神的时候 我就会在笔记本上画画手稿 不过她怎么知道 两个月后我要在这里举办演唱会 方便的话 可以邀请你帮我做服装造型吗 嗯 请我 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沈幼楚把水推到我的眼前 因为演唱会的主题是 回到过去 毕竟我们高中认识 原来是这个原因 我咬了咬嘴唇 她倾笑着安慰 别对自己不自信 我以前看你画的那些造型 就很好看 所以 她真的看到了 我瞬间无地自容 尴尬的想顿地 以前那都是一时兴起的随手涂鸦 关键还是走神的时候弄的 我以为学霸都全神贯注在学习 没想到也一心而用啊 我画的不是太好 你万人演唱会 万一搞砸了 别人会骂你吧 没事 你是最适合的那个人 人家都这么说了 我好像在拒绝就显得矫情 刚好用工作来转人视线 也挺好 我答应了 可恍然记起 我似乎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这就很尴尬 我只好掏出了手机 那这一家一个联系方式吗 沈幼楚从一吐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我以为她在调二维码 可下一秒 手机震动了一下 一个没有备注的黑色头像发来消息 我在 尴尬加码了 我什么时候加她的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因为自己不喜欢改备注 也没有定期清理通讯录的习惯 所以也没注意有她这好人 刚好面主好端了上来 我只好用吃面来演示这脚扣地的氛围 凌晨的面馆基本已经没人了 气氛安静的不像话 吃完后我跟沈幼楚道别 她却执意要送我回去 回家后 我翻开了她的头像 却发现根本没有朋友圈那一栏 难不成这个是小号吗 可就在我退出来的时候 看到朋友圈出现了她的头像 我点进去 是一张月色的照片 她配文 生日快乐 还来得及 再次点头像的时候 朋友圈出现了 所以 这是她的第一条朋友圈 我点了个赞 要准备睡觉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好友的请求 是夏商周 我没有理会 可是她却不依不饶 我弄烦了 点了通过 消息迅速弹了出来 如果我们的关系让你误会了 我可以解释 我却觉得有点好笑 为什么不在刚才就解释 偏偏要单独找我 我没回复 她又发来了 只是兄妹 你们没必要因为我闹到这一步 以退为进 她似乎很喜欢用这招 在会场上 她一副坦然的模样 仿佛自己只是一个过客 谁也挑不出毛病 可她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人如梗在喉 如果生气 那做实了我小心眼 当中要给柳如烟难堪 如果不生气 我自己又咽不下这口气 我说了那句 欢迎来我的生日聚会时 她那个明晃晃的笑容 不过是在告诉我 我以为为我准备的一切 都是因为她 如果没有她 就不会有这个聚会 更甚 柳如烟也不会选择我 不得不说 她是一个聪明的人 只是她低估了我 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做让自己掉价的事情 可下一秒 她发来了一张图 你不在 她喝多了 如果是因为我 我道歉 照片里 柳如烟躺在了她的腿上 眉头紧皱 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喝醉了 你看 她多会 表面是在道歉 实则是在炫耀 炫耀在她最难过的时候 是她陪在她身边 字字不提爱 句句句都是 我觉得很没有意思 他们两人的爱恨情仇 为什么非要把我拉近着你找里 再一次弹出了一条语音 我点开 却是柳如烟的声音 纪伯答 你为什么要把我杀了 你没有亲戚朋友吗 你没有哥哥姐姐吗 纪伯答 你别走 声音直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我宁可不要也不会做见自己 我回复了一句 演戏挺累的 你们俩都是好演员 然后删除了她 她却给我发来了短信 她的每个第一次都是我教的 爱会随风飘逝 可轻轻不会 真热心 打着亲人的名义 做这些离谱的事情 我打了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又何必跟我说这些呢 心里缺什么就喜欢炫什么 可要发出去的时候 我后悔了 她要的就是激怒我 让我说出一些 可以拿给柳如烟看的话 以此证明我心里还想着她 这样才能证明 她在她的调教下 有多么受欢迎 我撤回了 发了一句 祝你们兄妹情谊天长地久 然后拉黑了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 因为服装造型的工作 我跟沈幼楚的接触 变得多了起来 她好像是推掉了 所有的通报 安心在我们的城市 筹备演唱会 为了帮我找灵感 她陪我去了高中的校园 还去了很多地方 明星出行确实比较麻烦 每一次 她都要全副武装 只露出一双眼睛 我推辞说并不需要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她却说 她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再拒绝 那天我说也算是开工了 提一去上一炷香 可没想到在这里 还能碰到柳如烟 远远地就看到 夏商周手上拿着大号的香 正要往香炉里放 不知道是不是太烫了 手往后缩了一下 见此柳如烟一把抓住她的手 放在唇边小心翼翼地吹 而她带着笑意看着她 娇沉着 我没事的 柳如烟依旧不放心 皱着眉 像是对待珍宝一样牵着她的手 我得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能是察觉到有人在看 她转头 刚好对上了我们的视线 然后笑容消失了 一瞬间的错愕后 她放下夏商周的手 朝我走来 我答 你怎么来这里了 又在注意到 沈幼楚存在的时候 转变了次 你跟别的女员一起来的 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小明星 每次工作室有新单子的时候 我都会来山里白白找个寄托 之前跟柳如烟提起过 她吃下我那时封建明星 我让她陪我来 她借口女人不能去那种地方 否则会被转运的 后来我也没有再提 只是现在 这多讽刺 看我没有要解释的意愿 她却先慌了 我只是 只是陪我哥 话在嘴边却说不出来 我替她说了 柳如烟 这跟我没关系 我侧头跟沈幼楚点了点头 打算晃个地方 柳如烟却拦住了我 你背着我有心慌浪 语气里满是指责 我看着她不语 她又自嘲般的笑了笑 不可能的 你那么爱我 你还发誓了 想起那段录音 我捏紧了双手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柳如烟微微疑了 我们只是兄妹而已 你不相信吗 见此 沈幼楚走了上来 挡在我身前 那我想问一句 两位的名字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柳如烟脸色发白 夏商周从后面走到她面前 一副很大方的样子 我们只是路过顺便就来了 你别误会 要是你觉得我爱事 我先走了 如烟 好好轰轰薄打 柳如烟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我 沉着嗓音 气薄打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前一秒还在道歉的她 仿佛赌听了 只要她说一句对不起 我就会原谅 再加上夏商周这一招 让她更加确定 她们两人之间清清白白 这件事好像是我 故意抓着不放一样 我正准备说话 沈幼楚替我说了 如果只是兄妹 为什么你一直在反复强调呢 如果怕别人误会 她又为什么还不知道保持距离呢 一次两次的误会 很让人觉得这是故意为之 话说出去 柳如烟愣愣了愣 而夏商周表情将在脸上 我继续回复 夏先生 毕竟柳如烟每个第一次都是你教的 那你也应该好好教教她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前任 这句话对她说 也对柳如烟说 转身要走的时候 被柳如烟拉住了手腕 她眼圈发红 博答 别走 别不要我 我正脱开她的手 柳如烟 别犯贱 下山的时候 我跟沈幼楚道歉 毕竟她作为我的甲方 还被这么误解 我确实是故意不去 沈幼楚表示理解 还让我不要多想 安心做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我想起那段录音 还是觉得像跟吃了苍蝇一样冷气 可能是情绪被压抑了 我张了张嘴问她 你相信承诺吗 她愣了愣 然后淡淡笑道 承诺如果说出来 就不叫承诺了 我微微震惊 一辈子这么长 有的人只是携手走了一程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承诺 自己的爱友不会消失 那世界上就不会有 这么多痴男怨女了 我叹了一口气 谈恋爱好伤人 心里就像裂开了一条缝一样 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 我又捂住嘴 怎么能跟她说这些呢 显得有点没有边界感了 想道歉的 沈幼楚却伸手 把我拽到靠山铁这边 低头吹眸 心里有了裂缝 阳光才能照进来 原来还可以这么说 沈幼楚好乐观 可我转念一样 高中时候的她好像也是这样 她感觉像是一直没变 几天后 顾青青给我发来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 柳如烟的画室里 大大小小各种画 画得全是我 而柳如烟就跟发疯了一样 嘴里不停念着我的名字 她似乎终于觉得 我不是闹着玩的 是真的跟她分手了 夏商周没有出现钱 她真的算得上一个合格 甚至很好的女朋友 我以前想着 我们这种家庭 之后注定会选择 门当户对的人组合成新的家庭 然后资源整合利益最大化 而夫妻没有感情够完个的 直到遇到了柳如烟 我才觉得 如果是她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跟她在一起的两年 我们很快乐 可是感情一旦出现裂痕 就再也修补不好了 夏商周就是那根肉刺 如果不拔掉 就会扎在心口 让人难受 如果拔掉 就会伤筋动物 同样难受 我不想做选择 所以倒不如分手来的痛快 博达 我们只认你一个人 能给她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我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爱你 可是她在爱我的同时 也爱着别人 我关掉视频 给顾轻轻发去消息 人生不是挂彩票 有无数次可以重来的机会 柳如烟 我们就只能走到这里了 我全身心投入设计的工作中 却没想到接到了夏商周的电话 雨衣那头 她终于放低了姿态 求你跟柳如烟见一面 我却觉得有些好笑 这不就是她想看到的结果吗 抱歉 我不跟前人联系 正要挂断 电话突然传来她的声音 是我的博达吗 她这段时间换着各个号码 给我打电话 都被我挂了 我确实不想周旋在他们两人之间 做无意义的内耗 很快 她的声音清晰传道 博达 我爱你 我爱的是你 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你说过你不会离开我的 我捏着听筒 淡淡道 柳如烟 人都是会变的 我没变 跟你在一起这两年 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两年 你要打要骂都可以 别不要我 可以吗 别又丢下我一个人 可以吗 这个又字让我有些生理不适 而前一个说的是谁 我们都清楚 别来找我了 我们都该向前看 要挂的时候 夏商周的笑声里带着伤感 继伯打 你赢了 后面几天 柳如烟甚至把我们分手的事情 闹在了家人的面前 为了维持体面 我只是跟父母说我跟他不太合适 可柳家父母也来游说我 他们之前真的挺喜欢我的 我才从他们的口中 还原出了故事的群貌 我去见了柳如烟 他约我在游乐场里 那是我们第二次约会的地方 当年 在摩天轮升到最高的时候 他吻了我 可现在 物是人非 他今天特意打蛋了 甚至包下了整个游乐场 看我来 递给我一束鲜花 我其实不喜欢鲜花 容易枯萎 但他不知道 喜欢鲜花的只能是夏商周了 我以前觉得 如果我们这种家庭注定要走向联姻的话 至少我不讨厌也行 现在我对他 甚至做不到讨厌不讨厌了 才短短两个月时间 人的心境就已经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伯打 我们去做摩天轮吧 柳如烟有点可怜 像个提线木偶一样 被操控了这么多年 夏商周是柳家司机的儿子 柳家父母忙 陪伴柳如烟的时间不是很多 12岁生日的晚上 他也没有等待父母的陪伴 可能是为了发泄情绪 他让司机在这全家一起陪他去游乐园 其实那个时候 游乐园早就关门了 也就是那晚出了车祸 两个大人在前面 当场死亡 留下了12岁的柳如烟和15岁的夏商周 柳如烟认定是自己的错 柳家为了弥补 收养了夏商周 从那天后 柳如烟再也不过生日 而因为父母去世 也再也没有人给夏商周过生日 我不知道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8岁的夏商周 跟15岁的柳如烟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柳家父母及时发现 然后把夏商周送去了国外读书 后来他也留在了外地 不知道他们分别的这么多年 有没有过联系 那三年朝夕相处 互相慰藉的岁月里 他们肯定在舔尸着伤口 一个是司机的儿子 一个是附加千金 再加上父母的不认可 才让这段感情越来越深 柳如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可我不想去做夏商周的角色 陪他成长了 哪怕他真的陪他长大 然后呢 他爱上了我 又在我跟他两个人之间左右摇摆 我想起了柳母说的话 为什么要送走他 是因为他心机真的太深了 如烟被他带坏了 不是的 比起爱 恨更加长久 夏商周比我更多 或者我们去看摩天轮 就是我们一次接吻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提及 眼神里都是讨好 女人真见了 你对他好的时候 他以为这是理所应当 当他自己没办法 再左右你的情绪时 他就要后悔了 我今天不是来缅怀过去的 我是来告别过去的 有的话 需要当面说清楚 柳如烟 放手吧 我不爱你了 不 你爱 我摇了摇头 不爱就是不爱了 我不想骗你 我也希望你能放下过去 往前看 柳如烟其实不懂爱 可能也跟年少的经历有关 伯达 不要离开我 我会改 我不会再跟夏商周联系了 他已经被我赶走了 柳如烟 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 不是夏商周 我看着他的眼睛 是你的态度 是你左右摇摆的情绪 顿了顿 我继续道 我既博达要的是完完整整的爱 哪怕那颗心之前有过裂缝 但要打扫干净才能邀请人进去 而他 一边舍不笑我 一边又对夏商周背负着混恨 他嘴唇发抖 用手指了指心脏的位置 我扫干净了 这里只有你 不了 你留给下一个吧 他伸出手来想来碰我的手 被我侧身躲开 柳如烟 跟你在一起时 我是想过要跟你结婚的 他瞬间红了眼圈 对你的伤害 想起了那天沈幼楚说的话 我看着他笑了笑 柳如烟 承诺只有走到最后的人听才算数 他的眼角终于滑下了泪 我彻底失去你了 是吗 我没有说话 时间会给我们回答 柳如烟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投入最后的筹备中 只是越是临近演唱会开始 我就越觉得有点心慌 沈幼楚温柔安慰我 别担心 我喜欢的我的歌迷都会喜欢 况且他们来听的是我的歌 不知道怎么办 听到他的话 总觉得莫名的心安 他似乎有一种魔力 跟他在一起 人都会变得柔和起来 只是我还查他最后一首主打歌 要穿的衣服没有做好造型 因为沈幼楚说为发不要保密 所以让我随意发挥 但我了解沈幼楚实在是太少了 突然想起那天面馆老板的话 我在临近要打烊的时候又去了 老板还认了我 小沈今天没来吗 我点了点头 看店里没人 问道 他以前经常来吗 看已经没人了 胖胖的老板坐下来跟我聊天 是啊 然后他看着我笑了 为了等你 等我 看来他还没有追到你 这是你回家必经的道路 你家司机的车刚好会停在我的店门口 你从这里上车 小沈在这里看你 你怎么知道 老板笑了笑 每周雷打鼓动 你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愣了愣 沈幼楚 看我 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在心里成形 我颤抖着问 两个月前我来这里的日期 是不是去年他也来过 老板点了点头 是你的生日吧 他每年都会来 点两碗面 只是今年 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脑海中开始浮现那天 我在酒店碰到他 他驾轻就熟的样子 所以去年的他也在生日现场呢 老板开口道 你一定差一把 为什么这么久你都不知道 之前闲聊的时候听他说过 你家庭条件很好 而他是个穷孩子 他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只是为了能跟你平等地站在一起 前年来吃面一个人哭了 他说他正打算告白 可喜欢的男生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愣在原地 他说 只要你开心 能远远看一眼也好 突然想起了变之灵的一首诗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所以 那天沈幼楚发了一张月色的照片 是因为我是他的梦吗 从小面馆回来后 我跑去库房找当年高中的书本 翻了好久 终于从物理书里找到了那些手稿 万恶的物理 我学的理科 物理是我最短版 曾经拿下过27分的好成绩 试卷发下来的时候 沈幼楚瞥了眼 我赶紧伸手盖住 翻面 我记得后来沈幼楚把他的笔记给我看了 书有不懂的可以问他 还把我的书拿过去画重点 可是我天生对物理不感兴趣 于是每节物理课都在走神 而沈幼楚看到的那些手稿 基本就是上课的时候画的 有意打纸 我一意铺平 沈幼楚少女的时候挺好看的 之前我画的时候 以他为模特参考过 找出有点泛黄的纸张 好像也并有什么不同 直到我翻到了背面 发现很多草稿纸都有一个公式 1281980 想起沈幼楚给我的物理书划过重点 而我的书没人借过 所以只能是他写的 是什么意思 我拿出手机 打开网页搜索 第一条显示 1281980等于LV 这是一个抽象公式 把上半截抹掉就得到结果了 而每一张纸的背后 都是这句话 所以沈幼楚高中就在暗恋我 只是觉得跟我的差距很大 才不敢表白 他真傻呀 我对数字一点都不敏感 怎么会注意这个公式 他真傻呀 怎么可以喜欢一个人这么久 我紧紧捏着手稿 泪流满面 我拨了他的电话 没有说话 半傻 他开口 你都知道了 我捂着脸 无声点头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不要觉得我可怜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 你好傻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很庆幸 今年能遇到你 可是我才分手 我也没有做好准备 你不需要回应 他说 我不想让爱成为负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去年 你也在吗 那边轻笑到 六点到十二点 六个小时 我从一楼一层层走到了三十二楼 保安都没我知道地上的砖有几块 可是 如果我没分手呢 沈幼楚沉默了片刻 才说到 纪博达 不管你最后跟谁在一起 我都希望你能过得幸福 他好温柔 眼泪止不住 原来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 真的会有人不计任何回报的爱慕 我听了一个晚上沈幼楚的歌 其实说来惭愧 我是一个音乐白痴 哪怕当年他的歌红遍了大江南北 我也没有仔细去听过 总觉得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离得很远很远 他第一首火的歌曲是 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弯弯又圆圆 只一眼我就沦陷 还有一首叫 你的微笑 很想牵你的手 又怕还不够 你的微笑 只属于我多好 而所有的歌 都在第二天的演唱会上呈现 沈幼楚每唱一首歌 视线都会朝我这里看过来 直到最后 他坐在一个高脚凳上拿着话筒 最后一首歌 是新专辑的主打歌 还没有对外公布过 整个会场响起了一阵阵欢呼声 沈幼楚把手放在嘴边 嘘 粉丝们都很听话 又安静了下来 感受到他的目光朝我看来 我瞬间停住了呼吸 沈幼楚继续说道 这首歌 我要唱给最喜欢的男生听 旋律响起来 他轻轻吟唱着 跨越万水千山 十年光阴 我才终于鼓起勇气 对你说一句 好久不见 歌唱完了 沈幼楚在旋律快停下的时候 看着我的眼睛 聚光灯打在我的脸上 我对上他炙热的眼神 听到他说 纪博达 这首歌叫告白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一步步朝我走近 他每一首歌里 都有我的影子 我望着舞台上璀璨发光的沈幼楚 又忍不住眼睛酸涩 他从舞台上一步步走向我 可我知道 现在的每一步 是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才把我们之间的差距填平的 不是没想过告白 而是他觉得还配不上我 当年那个穷苦女孩 此刻已经是顶流 是我配不上他才对 我又何得何能让一个女生 惦记我这么久呢 这么多年暗淡无光的暗恋 他是怎么过来的呢 天台见面那句好久不见 是否也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而此刻 沈幼楚已经走下台来 周围是喧嚣顶沸 他站在哪里 眉眼温柔浅全 仿佛身旁的空气也变得安静起来 然后他伸出了手 纪博达 你好 我叫沈幼楚 眼前的他和年少的他身影逐渐交织 我突然想起了十年前 我们第一次成为同桌的时候 外面阳光正好 微风吹拂着的窗帘带起一阵涟漪 周围是一片欢笑 我跟他握了握手笑道 沈幼楚 你好 我叫纪博达